今天这个主题 ask question cost 比说173G呢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NVIDIA被做空了 ok 谁有看到最近这个新闻的 但密着那个方面那边好不好 给这YouTubeYouTube的观众们记得like subscribe 啊 share出去啊 so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等一下我就简单的给你们带过一下 我这个for他做空的这个东西啦 so 那disclaimer今天讲的股票呢 那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哦 大家参考了 做好你的功课再去进场 不要盲目的跟随啦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话给一个ok在comment好不好 everything that share today 你要自己做判断按照你的portfolio 然后你去做你的这个决定 ok 你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们不要说 成年人做决定 不要说哎呀是你讲的啦 ok 我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我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呀 最近 你们懂XLK跟XLV吗 你懂啊XLK跟XLV ok 然后最近我的我的妹妹 我只有我妹妹讲哎 你最近有讲吗 我就讲XLK all time high哦 是吧XLK all time high哦 我就跟他咯 你有讲吗 然后他就讲 是咯 是咯 可是呢 我买的是XLV哦 XLV没有all time high 然后他就讲 都是你咯 你没有跟我讲XLV哦 我当初一定是选择XLK的 他就跟我讲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问他咯 这样子如果我跟你讲XLK跟XLV哦 如果你选XLV的话 如果他现在是比XLK还高的话 你会怎样子跟我讲哎 你们明白我要讲什么吗 你明白的话给一个E再搞没有好不好 OK 不是啦 不是子晴也不是开心 开礼音 不是开心 我有我的妹妹 OK 所以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 今天我在这边讲任何东西都好 你自己都要做你最后的判断跟这个选择OK 那因为我妹妹还没有毕业啦 我妹妹还在读大学 我妹妹还在读大学 所以我就跟他讲 哎 你全部前路要去ETF就可以了 OK This is what I told her 然后我就跟他讲咯 你自己选咯 因为那时候他买XLK的时候是差不多在8月的时候 8月的时候XLK是不是跌到很假辣 他进了170 跌到160 他BETA了 160多 然后我就跟他讲你CUT掉先咯 因为你用SPORT 我没有讲SPORT只是啦 我是讲我有加他一点点OK 我就讲你看这个这样子可能还有会再跌的 他就CUT了咯 CUT了然后在9月尾的时候 10月尾的时候 他再进回去咯 OK 他再进回去 那时候他就看到XLK 我讲XLK跟XLV咯 两个都比较稳的 你看你要进哪一个咯 OK 然后他就进XLV 进了XLVXLV又再跌 然后他又再进XLV 他两个子弹他都进XLV OK 然后我就跟他讲 那时候他是拿JPA的 你们懂JPA吗 JPA 就是malaysia的一个 带学金这样子啦 然后我就说你还要再进吗 他讲要咯 OK 然后两个礼拜哦 那个股票上了去 股票上了去 然后他就 还有他就那边按堆咯 OK 然后按堆到现在XLK all time还有 还要再按堆第二次咯 早知道那时候不要选哪咯 OK 大家有早知道吗 走鸡毛鸽一啊 懂吗 哦 这两个东西要你们带回去的 第一个东西 自己做判断 自己为自己的选择 做 负责任啊 Responsible with your Responsible with your Choice OK 你要对你自己的决定 负责任啊 第二个东西是 机会来的时候不要放弃掉 OK 机会的时候不要放弃掉 没有后悔的 OK 没有后悔的啊 Jasper 哇 Jasper 终于回来了 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OK 所以所有的网友们 第一个东西 你要负责任 第二个东西 你要take action啦 OK 但是你看啦 虽然说现在XLK在高的地方了 可是有没有可能过后XLV会对 有没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嘛 对不对 So 你要believe on你自己的choice 你的选择 你的决定啦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做错决定的时候 对还是不对 OK 但是 你要庆幸的是 选股票不像结婚那样 结婚结了几十年没有take two了 你选股票选错 你可以cut的快 没有吗 不容易送话给个e 没有吗 哇 那些结婚的男生笑你 喂 爱你老婆 结婚结了就是一辈子了嘛 对不对 你再cut掉就很痛了 股票你cut的要还掉还是可以的 OK 所以今天 The focus 是美国的感恩节假期 美股又会再起吗 我们连续起了三个礼拜了 对不对 前个礼拜我就叫大家开始take profit了 对不对 然后上个礼拜还又再起更多 OK 这是第一个我们会讲的topic 第二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讲NVIDIA如何影响股市 那这里呢 今天呢 好 大家 今天呢 是由我 来帮助DoctorCost做这个wikiupdate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东西听不明白 或者是想要feedback给我知道的 可以text去whatsapp联系我的admin了 可以吗 OK Janice Wong好像第一次看到你 OK 好 所以那为什么今天呢 我代替 DoctorCost上来跟你们分享了 已经好几个礼拜了 对不对 偶尔会是我上来 对不对 因为DoctorCost现在已经 他以后会越来越少出来 教教科在齐全为王 OK SoDoctorCost才会focus在 我们的 Millionaire Mentorship Program 我们有做给我们的 MMP家人 有一个 OK OK 你们听到很痛吗 我是很痛吗 OK吗 Check一下麦 OK 我们的 21 days跟大一个的Fund Management 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 DoctorCost他的时间很多会suck in在 这个Fund Management的部分 但是现在我们有我们的子星小教练 Janice小教练 大家都会一起出来 跟大家一起 Push这个Community 一起学习的 有没有看到最近子星 跟Janice小教练出来 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 OK 你们也可以成为那个的 OK 有吗 有吗 OK 你们在那边也是很多年了吗 Layping有没有看到以前的子星跟现在的子星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那个Transformation OK啊 There is a transformation 其他没有的 你们就慢慢看到啦 如果你是刚加入我们 对你21 days是教育平台的 OK 那今天来讲 大家一点广告时间 不是广告啦 给你们分享一下 OK So 呀 你们懂这是谁吗 我这样绑架一个人 这是Cost的女儿啦 OK 所以今天呢 刚好嘞 我不懂 DoctorCost的缘分跟子星是怎么样的啦 DoctorCost生的 的baby喔 她的生智也是跟子星一样的喔 OK 所以他们两个的生智其实是一样的 OK 今天是子星 小教练的生智 也是DoctorCost的女儿的生智啦 刚好生在同一天啦 不懂是算过命啦 我要在那天生的 OK 11月21号 OK OK So 子星还有我们的 这个 Dina 她叫Dina OK Dina也是有生智 OK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share呢 OK 大家你们今天在这边学习呢 是为了以后未来更好的生活 对啊 对不对 OK 今天DoctorCost做到了 OK 不是show off给大家 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有一天你现在 你刚才很忙在工作 我刚才看你们领错谁的样子 对不对 这个生活呢是给你 多几年的 OK 5年的路 6年的路 OK 这样子走下去喔 你慢慢未来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会看到那个光的光 OK 那现在DoctorCost今天呢他是在帮着他的 孩子 OK 他的女儿 整天他可以take his time 都陪伴他的女儿 OK 他今天他就带他的女儿去 他的老婆啦 他的老婆就在international school教授 OK那就跟一般孩子这样子庆祝 他的女儿的生日 OK 讲到一个讲一句真的话啦 你们的心 你们的心 今天你们所有在那边投资的 是不是都有一个 后面都有一个meaning 除非除了你做这个passive income之外 对还是不对啊 今天你们做投资呢你的behind的meaning 除了赚passive income你都有一个人的都有一个爱人的你想要 通过这个东西 改善他的生活的那个人可以是你自己 那个人可以是你自己 但是一定有一个人的对还是不对 过你的心去想这个东西 OK所以今天大家 虽然说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有点愁眉苦点 OK但是希望在21内投资交易平台这里 可以给到你一些正能量啦 好不好 因为你在你的 办公室啊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骂你嘛对不对 来到这里我不会骂你啦 给你一点温暖的感觉 可以不可以 OK啊 然后呢 那其实你们现在也可以做到嘛对不对 你现在你不需要赚很多钱 你可以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r family but then for Dr.Kosh来讲 He is a full time investor 他可以做他喜欢做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想要我把这个message也带给你们啦 好吧 记得 赚了钱拿出来用 跟你的爱人 spend some money OK spend some money with your loved one 在这个end of december的时候 大家前面都有讲有green green对不对 哪一个100块出来 哪一个200块出来美金 take out from tiger spend the money OK 去买一个衣服给你的老婆 买一个衣服给你的爸爸 给你的妈妈 他们会很开心的 对吗 然后买一个花给你的爱人 OK 做一些你平常不常做的事情 好吗 OK做一些你平常不常做的事情啊 比如说你去年 你买了衣服给他 你今年就不要买衣服给他啦 do something different 让他看到那个 不一样的东西 OK 那今天呢也是紫星的生日啦 So 他们现在去happy happy了啦 我还在这里陪你们啦 可以吗 我赚钱还是要赚啊今天 OK 紫星跟他的朋友 不同有几个party啦 不追不归 哦 他们就不追不归啦 我们就在这边 稳稳赚美金啊 等下他在喝醉 他也是可以 他也是可以cutting的 OK 你是不是面对投资困难时 没人帮助 你是不是感觉 自己投资很孤单 如果有个投资教育平台 能够教会你赚这样的美金 你会为了自己的梦想财富 而踏出第一步吗 想要像我们的 World Tribe学员们一样 赚取这样的美金吗 那就别再犹豫 加入我们的 World Tribe社群吧 我们会有市场更新 Fone Session 以及新闻资讯 给我们的 World Tribe会员 还有Discord平台 让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学习投资知识 还有 现在加入 再送你30多堂 实战齐全课程视频 一天只需少过一美金 你就有机会 赚到这样的美金收入啦 赶快加入我们的社群吧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有什么机会在今天晚上 By the way 今天是我们的 Warriors的 World Tribe的Live Trade Challenge OK 所以我做World Tribe的这个challenge Tab me在comment那边好不好 等下 9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invide你们去另外一个zoom OK 那for Sport跟Millionaire的家人 你们没有做这个challenge 你们也不会加入的 fair OK 那forSport跟Millionaire的家人呢 After 这个World Tribe Live Trade Challenge 我会有一个emergency update给你们 OK Millionaire跟Sport的家人听清楚啊 After 等下到9点多 9点多我们就end了 我们就会去这个 Live Trade Challenge Live Trade Challenge 之后end了 我又会再做多一个 Sport跟MMP的emergency update OK吗 你们不要管累啊 我做三场 我都不累啊 OK啊 好啊 OK 好 那我们进去啊 那这个是上一次的 OK 上一个礼拜来讲啊 11月14号 15号 16号 17号的 上个礼拜呢 我们就有CPI data 跟PPI data OK CPI data 跟PPI data 上个礼拜成绩出 过来 过后呢 你们注意看啊 这个是Forecast嘛 对不对 Forecast啊 然后他出来的Action呢 是好还是不好 是好还是不好 是好的哦 OK 所以现在的Market很奇怪啦 通常哦 好的话 他们有讲一个东西 坏消息是好消息 好消息是坏消息 怎么讲呢 因为现在 每个人很怕 FOMC会加利息 对啊 是不是对 FOMC 美联储他会加利息吗 12月还有一次吗 OK 他们就讲 如果出来的经济数据很不好的话 可能 那个美联储他就会放宽 他就不会加利息 这个是原本的说法 OK 所以就变成坏消息出来应该是好消息来的 OK 但是这个很奇怪哦 现在好消息出来又是好消息哦 因为这个是好消息嘛 对不对 CPI有drop对不对 OK CPI有drop了的话 连他就代表他这个加息是有用的 OK 说加息有用的话 可能他们就认为 FOMC可能就可以 这样子 反正现在都有用了 我就不用再更严了 OK 你们听过一个字叫softlanding吗 听过一个字叫softlanding吗 听过的话写个soft在comment那边 我没有听过的话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样好不好 OK softlanding就是叫 暖 暖着陆 OK 如果你有 去研究的话 OK 叫暖 暖着 陆 OK 说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讲他的policy啦 OK policy of 就是政策 OK政策of 美国的美联储 如果是softlanding的话 就是讲 比较松的 OK现在比较松的政策 松的政策就是讲 我不会加息加到很多 我加到agat agat那种 我不要让这个市场太过 没有钱 明白话给个ok了吧 如果是hardlanding的话哦 就是我跟你拿钱拿到完的那种 我不要bring钱的 我还要sup钱出来的 ok so那个叫hardlanding啦 说其实在2022年哦 每个人很怕投资就是因为他们怕 美联储会hardlanding 可是事实证明今年是走softlanding还是hardlanding OK 到现在哦 你觉得美联储是走softlanding还是hardlanding OK 美联储是走softlanding的 就是他加息是一点一点的加的 他不是一次过给你加2%的 加到位的 他是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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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这样加的 understand OK so这个就是 公认了的softlanding 他现在 that's why market就起到现在了 OK market就起了现在了 so我们 好几个礼拜我们已经讲 新闻 重要还是不重要 重要 给some of you讲重要 可是你你去看新闻投资会不会很辛苦 很辛苦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用ABC系统 OK 所以我们讲过一个道理嘛 对不对 新闻发生过后 如果是好的 他就会去找 新闻发生过后如果是好的 他就会去找 找什么 他就会去找resistance OK 如果新闻发生过后是不好的 他就会去找 support OK所以你还是要back to ABC系统 understand OK 所以你还是要做好你的功课 说这个是 那时候吗 对不对 上个礼拜的东西 上个礼拜的东西 他上了一半 所以我们有讲到 如果是不好的新闻 你就看到了 然后这时候 我们讲 FOMC的meeting 那个Powell出来讲话 讲出来不好的 然后他就去找support 找support 他就会在rebound OK 明白吗 他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找地板 然后找地板 就跳回上去 到了这个resistance 又看有没有什么新闻 如果新闻是好的话 他就在冲 OK So 我们讲了 好新闻 他又找到resistance 那现在来讲 上个礼拜是不是出好新闻 对不对 对啊 是不是 OK 所以他又在找他的 他就去找他的resistance 有get到吗 其权为王的知识 只是配合了一点点 我们的support的知识 还有 M&P的知识 OK admit 订阅一下 准对 OK 算有get到吗 有get到吗 OK Is that real for you 有做到这个的话 代表OK好不好 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很多cash了现在 所以很多cash了现在 很多cash了 转一天 嘿嘿嘿 OK 50%lucky啊 哇 OK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如果这边在突破resistance 再up多一个5% 你会怎么办 如果这边在puck上去 再爆多一个5% How do you feel 大家 大家写在comment那边这个是 我在跟你们做期权为王 以上的 课程啊 investing mindset model啊 IM&M的课程啊 feeling good for more wait for pullback take profit OK 还有吗还有吗 哈雷 在louia OK 那个投资来讲你的感觉很重要了 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现在肯定有人的感觉是 不可能啦 上到这样 我要by put他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学生 OK有啊 我跟你讲有啊 OK 我收到一些学生的pm啊 哦 他上到很厉害的时候 不可能上到这样的啦 那时候跌到这么够力 我要by put他 OK so这个v shape 就是那个很不可能的东西 让他反转上来的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他跌 跌三个月然后两个一个月不到就飞上来了对啊 OK 所以我们讲股市是很难去预测很难去判断的 following so far 哦 那 接下来呢如果他还有在suit上去的话 Lay in 我那时候你在offline我叫你买买买买买买你讲怕他跌 没变咯 Lay in 哦是吧 那现在很可 很可怜很什么的你现在你就会想要买哦 下一次的时候啊你看啊 这个是人的心态的 现在miss掉对不对 其实miss掉啊miss掉了越起越高啊 下一次跌一点点他就买了 对啊对还是不对 对吧写一个e 啊现在追不到吗 下一次跌一点点他就买好了 然后过后跌很多他就 哎呀呀早知道不要买这样快 哦这个是possible你会遇到的这个 情况啦 possible你会遇到的情况 很笑啊大家 OK那我投资不是第一年啊 啊说上了一点点啊 跌一点点就买了 那50% 就买在最高的位置 有发现到吗 一直take profit吗 take profit吗 take profit吗 然后上到这边咯 等一下 哇50%开始进去 然后后面他跌到这边 哇stock在上面 有没有 OK 我先跟你讲 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啊 so how to prevent this啊 how to prevent this OK 一个一个来 说这个礼拜呢 明天有fomc的这个 minutes minutes了 OK so他的impact呢 赌这个股市的不是很大的 OK 不是很大的啊 you going to be good goed off 什么 OK so每次讲话过后 他都会去找support resistance OK so no relationship but market will become creder on decision direction after power speaking OK 然后这个礼拜呢 我们拜四拜五有放假 对不对 这个拜四拜五有放假 所以放假的时候勒 成交量是比较低的 大家写low在那个comment那边 放假的时候 成交量是比较低 如果没有什么坏新闻发生的话 或者是好新闻发生的话 成交量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勒 每个人去happy happy了去旅行了 Trader也没有做工了 0版 OK 所以这个礼拜 大家不要expect 拜四拜拜四没有开吗 拜五不是开半天哦 拜五你 你确有不好确的 你会看到他上好一下没有利益 我会被爽经验的啊 被爽经验来讲了 如果我有错的话 你correct我啊 可以吗 我拜五的时候你看到那个market上下哦 他可能就没有什么利了 一点收盘也没有什么利了 OK 因为全部人去旅行了 没有什么做交易呀 在那天 OK 所以如果 你没有take profit的就take啦 也没有问题的 So day trade来讲就没有什么 Day trade的话讲没有什么row啊 没有什么row 在拜五的话 OK那拜五的话 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OK OK 这个是 这个是 Thanksgiving的一个 Statistic OK 他讲 What the holiday week historical Limits for markets OK 所以这边呢就很多你可以网上看到了啦 拜一来讲的话 他的 Win rate啦 就是说股票 的Win rate来讲啦 是比较低的 拜二的话 OK 蓝色是 S&P500 青色是 QQQ啦 NASDAQ OK 橙色是 小盘股 橙色是 小盘股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呢 是 QQQ会比较perform的 就是XLK 或者是QQQ啦 科技股会比较perform 然后SBY是比较少的 然后 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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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讲的 小股票 小股票OKOK 这样子 那拜二的Return 是没有这样好了 看到吗 拜二的Return 是没有这样好了 拜三的Return 是很好了 拜五Return 也是 不错好的 就是Win rate 我们讲 成功率 OK 这样子这个礼拜 是不是会起勒 Market 是还是不是 Yes or no 啊 我们给那些些possible 或者是maybe的 学生一个掌声 好不好 OK YES啊 我那一桶 YES的 你就要小心了 OK YES的就要小心了 他TEN 堵起 但是不一定起的 OK TEN堵起 不一定起的 这个新闻 YAHOO FINANCE 爆出来 你觉得只有我懂吗 全世界的人都懂啊 明白吗 有投资的 有看到他都懂啊 OK 这个新闻这样爆出来了 但是呢 你去 你去看 NASDAQ的这个website 他也是有讲到啦 他讲 S&P500呢 他average来讲 会是起0.50%的 with 68% of this instance showing positive returns This is a notable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weekly gain of 0.16% throughout the year OK 这个0.54% 他可以是by 1起了 by 2跌 by 3跌 by 5再起 OK 所以如果说你昨天 Joyan market是不是起了 很有可能Joyan market已经起掉了 这个礼拜该起的percentage 明白吗 OK 所以如果你要trade for the week 来讲我是不建议的 你要trade for the week 来讲是不建议的 那你可能不可能你trade by boot 可能不可能你trade by boot 可能不可能你trade by boot 来思考一下 可能不可能你trade by boot OK Joyan 写yes OK有一点点辛苦 有一点点辛苦 这个时候做by boot 有一点点辛苦 下讲的很好 Do nothing 大家 大家写wait 在那个commend那边 这个礼拜你就让你原本的portfolio有起 你就起 明白吗 你现在有cash就cash OK你等它起就起啦 你看不到东西你不用买也可以的 你不一定每个礼拜要做东西的 明白吗 OK 不需要每个礼拜做东西的 你可以看到从这边来讲的话 从1945年到2017年来讲 all years of time by E来讲是job的 by Eb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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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ntire week 也是起的 Next week也是起的 Rest of the year也是起的啦,average来讲的话 但是这个是一个参考的东西罢了,没有什么 到最后没有发生,你也不会讲了,明白吗 所以看这种东西 不用去看太多啊,你不是做trader的 明白啊,给一个ok好不好 这种图是给那种trader看的 然后要放假了,我拜议我就准备trad 所以昨天你才看到无缘无故market这么好的 所以market很好对不对 sort上来了对不对 这是人家traded啦,traded这个礼拜啦,要放假了,最后一次trad了嘛 所以每个人就冲进去去trad上咯 ok so,那我们讲了 好几个礼拜前我们也讲过这个东西嘛 year end来讲的seasonal,对不对 ok,那你知道我们 我们11月就涨了,去到all time high了,有没有 Microsoft all time high,全文部all time high ok,对啊是不是 ok 然后可是去all time high的时候 照理说可能还会再上嘛,对不对 可是我叫你们take profit嘛,对啊 我叫你们trim profit嘛,对啊是不是 ok 如果你就会想啦,老师没有trim profit早知道我赚更多哦,是吗 没有早知道啦,好不好 没有早知道啊 那为什么叫大家trim profit呢,有两个东西的,ok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对不对 你们有来上个礼拜吗 上个礼拜我们的fair and grid index 是fair的吗 上了两个礼拜,上了两个礼拜我们的fair and grid index还是fair的,对不对 OK OK,我们看下这个礼拜变grid了,看到吗 OK,巴菲特讲什么 别人怕的时候我们要来 别人弹心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了,对不对 OK,现在是人家开始弹心的时候吗 失了,OK,失了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到那个顶了 OK or 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OK,那上个礼拜 是不是也是有跟你们讲这个图 put and call ratio OK,上个礼拜很多人做buy put 很多人做buy put CPI出了,飞上去 buy put的人是不是要cut loss了 OK,然后他们就cut loss了,转成buy call OK,所以你才看到market一直上跌不下去 因为原本觉得market会掉的人现在也调过来觉得market会起了 明白吗 原本觉得market会跳的人现在全部跑过来讲market会起了 所以现在你去看的话 我们变成extreme grid了 OK,变成extreme grid了 上一次呢 market top的时候 是在8月嘛 8月的时候market在top 那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put and call ratio 7月中量只是达到 最低的,对不对 OK,所以也就是讲了market还有可能在上的 但是他在上的那个percentage不会太多了 Foling Sofa给个OK好不好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的话7月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 我们讲的put and call ratio,那时候很多人做房地产策略 当最多人要做房地产策略的时候 那个就是人家要割被割韭菜的时候了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 开始要小心了 等下我就在家options来讲 你能拿profit你就拿咯 可以吗 OK 我不是凭感觉跟你们讲了 我是 凭这个一点点数据跟你讲了 可以吗 OK 那现在你还要在做buy call可以不可以 你还要在做房地产可以不可以 你还要在做房地产可以还是不可以 OK 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的call是10 10个东西10个lot 现在你一直 trim profit 你不是剩下 这样子的position 对不对 很多在cash吗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说你的position已经有了你就给他跑咯 OK 那如果你现在全部是cash了 你不是进一个咯 你有stay in the market吗 明白的话给一个ok好不好 不然你永远不会去进场了 你一直觉得他会再掉他会再掉了 明白吗 这是人性啊 OK 你怎样你都买一个你不要100%cash OK 你每天就觉得哎呀还会再掉了啦还会再掉了啦 然后你就不会买了 明白吗 所以你就有一点钱进去的不要讲完全没有 ok股票放着不用紧 股票如果你有你sell call ok so 我这我个人的预测啊个人的预测啊没有对错啦 ok吗steady嘛steady 没有对错啊不要等下我讲啊这个我是讲的不准 ok啊 so based on去年的 历史来讲 11月也是起的 但是去年的11月的起到比较正常一点的 ok他上有下上有下了 现在的11月的起到不是很正常 明白吗 ok现在是一个V上去了 去年的 他也是有上但是他是上了 然后有下来的下下你一下 他在上来的下你一下 然后再上去对不对 然后他是上了10月17号 上到 12月头他上了一个月半对啊是不是对 上了一个月半 那现在来讲了我们上了 三个礼拜了 上了三个礼拜了 ok 我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我有跟sport的家人分享吗 可以起几天的对不对 谁还记得了sport家人 是吗是sport的环节还是wattrall的环节 还是wattrall我就跟你们分享 谁还记得的话 remember在那个comment 我给你们画出来我讲 会起几天会起几天的 记得吗 上个礼拜的时候 那我给你讲上次上个礼拜的时候我给你讲只是起 14天罢了应该还会在起的对呀 那 有啊有记得吗不记得看回去recording啊 哦 说啊有啊 OK 说啊现在现在起30 20多天了 OK 36到58天了OK谢谢全卫啊 还有可能在上涨吗sby 有了有了 OK还有可能在上涨了 如果没有什么坏新闻的话 sby还有可能上涨了 那还有可能会像这种事情发生了 drop到回去那个 drop回去EMA的那个line 所以如果这两天有drop的话哦大家就耐心一点点了 可以不可以 OK 如果说 明天的NVIDIA Earning出来是暴涨的话 你们也不要formal 好不好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 OK 上到去他也是会下回来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是你的就是你的可以吗 不用快的啦 你在这一生人中你miss掉了多少次投资的机会对不对 哦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个 钱呢去miss掉后面更大的机会了好不好 following so far type ok在那个comment OK 那好说我们讲的啊 这个礼拜我们有fomc的minutes 我不觉得他会有什么很大的 impact啦 ok 我不觉得他会影响market掉很多 所以这个是 不大重要的东西 然后by3来讲我们有 initial jobless claim 就是就业人数啊事业人数的这个claim 我们有crude oil的这个东西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OK 然后by4就放假了 by5我们是开到一半天罢了 ok所以如果如果啦我的我的 sac sense啦 如果说明天 nvidia 它出了它是跌了啦 ok 我by5呢我可能会 做买上的 然后我by5就会管掉 for trade purpose 如果我有兴趣去做啦 因为 这个week来讲 as a trader来讲是上还是下的week 是上的week对不对 okok 所以如果说by2by3它是掉的 今天晚上是掉的 明天出好成绩拉 拉低整个大盘又是掉的 然后by5的时候 我可能会买上 ok我可能会买上 as a trading ok 可是我不知道明天和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明天和后天是上的话 我by5我就不会做任何东西了 明白吗 ok 这个是for trading purpose 如果我们不要trade也是ok的 是第一吗 ok 啊就看明天这样子啦 然后 啊 我们看了ok so这个this week来讲 我们有holiday啦 星期四的时候是thanksgiving 刚才也是跟你们讲 thanksgiving的week trader会看我这个礼拜是up的 所以我要trade上 所以每个人就trade上哦 所以如果明天后天 market有掉哦 5月也是有人会trade他上的 明白吗 这个是 这个放假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啦 哦那我们讲了 啊 我下个礼拜啊 这个礼拜我觉得比较平单的啊下个礼拜就比较多一点了 下个礼拜我们就有pc pcdata 这pc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inflation的data ok 如果pc出来 啊 人家又拿来做新闻 如果因为这个某某一个东西导致market有掉的话 那就是你们去进场回去的一个机会啊 ok 这些的一个机会 可以还是不可以 但是 不要太aggressive 不要太aggressive follow的话给一个ok好不好 下个礼拜 maybe下个礼拜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啦 这个礼拜 唯一看到的是nvidia这个东西吧 nvidia会弄到market上下上下啦 ok so 记得abc策略 support resistant 还有 emalign 记得吗大家 我记得的啦 简单的东西ok 如果你是学过sport的知识的 我们也是教supportresistant 我们也是教 emalign对不对 我们有叫macd 我们有叫adx all this thing吗 对不对 但是那个basic还是supportresistant 对啊对不对 哦 想问一下 所以这个礼拜有来option is king的英文班的 学生有在这边吗 有的话你带me comment好不好 Jacky有来啊 Rachel有来啊 ok 我是不是也是教他们supportresistant罢了 是吧 然后 EMA 然后就知道了market会动到resistant对吧 ok 不要忘记最根本的东西啊 不要懒惰啊 voreas ok 然后 到这边呢 我给你们share share给你们看 啊有个学生他有text我好像有在今天的这个 这个zoom里面 你们就不要问他是谁好不好 ok 你们觉得啦 这个market up的时候有没有人去buyboot 还是你自己也是有做 有啊 你自己有做啊 我自己有做啊 我靠做 我用2%来做 我用2%来做 ok It's me啦 Rachel Joina ok 做这个学生呢 他就有send给我 ok 我一开始以为是send put 我看清楚啊 我看到是buyboot ok 你们懂什么他要做buyboot吗 你们懂为什么他要做buyboot吗 不是haging 他整个portfolio都是buyboot 啊为什么 不是resistance 你看他的reason 你看reason 太大的买不到 就在trade这数目比较小的 太大的买不到 所以就trade数目比较小的 ok 用中危险哪泥 所以 我们不要笑人家 你之前可能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期权为王有没有讲过 不可以全部做buyboot 有没有讲过 有没有讲过buyboot是trader的 有没有 有吗 然后我上我的youtube啊 我everywhere啊 我都讲market会上对不对 然后你硬硬要去跟我做反对 反调啊什么办法 是吧 他做反对党啊 It's ok 如果你有你的stance 你可以去的 因为我也不是每次会对的 对吗 我也不是每次会对的 但是我很欣赏这个学生 他敢做 他敢问 ok 他敢认错 明白吗 ok 你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这样的 OK在comment那边好不好 ok 你有时候你也会这样的 我有没有放过这样的错误 我也是有犯过这样的错误了 明白吗 有时候market上了 你偏偏觉得他不会上了 你ticky啊 你要堵他下去 Vaney也是有啊 是吧 OK 那有时候 他真的是会下的时候 因为你拜托输了钱 你就觉得他不会下的 你觉得他会上回去 Vaney我从年头讲你讲到年尾 叫你来那个money back guarantee 没有来不用紧 Birthday的时候 就记得来啊 OK 哦 那 今年你学的东西 吸取他写下来 明年会再发生的 你要避免他再发生过 好不好 OK 这个学生真实案例啊 因为要trade小的 所以他就去做by put 可是 那个方向不对 股票不对 你能买到又怎么样 明白吗 OK 我们有讲可以买股票吗 他乖乖买Balentia股票罢了 不是赚几百块 是吗 他靠有钱多块罢了吗 光乖买股票也可以吗 买Google都会赚钱 对不对 买Microsoft会赚钱 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 如果现在他问我要怎么做的时候 我能给他什么建议 股票都去到高了吗 对不对 OK 他cutloss了吗 他就觉得 我输了钱 我要马上赚回这笔钱 我看到其他学生都在赚钱 这个时候你的焦虑 你会赶就会出来了 对啊 对不对 啊这些东西是你 你没有去弄脏你的手 你不会明白我在讲什么的 今天你去弄脏你的手 你去投资了 你去明白了 在这几年我投资有血有泪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思维模式的时候 我们每次跟大家讲嘛 不要formal对不对 有mistake 就这个时候啊 你不赚钱你很痛苦的 他妈的每天看到那个 Warrior在那个comment那边 那个Walltrap那边post post post 然后我在那边输钱 对啊 但是不用紧 可能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吧 OK忍一忍 focus OK focus 然后在 现在起了上去忍一忍 OK忍一忍 过后会有机会的 可以吗 我不要大家 在这边做不改做的事啊 OK可以的话给一个OK好不好 我明白你的感受的 我自己也是有经过那个痛 放中间放中间的 我最受印象深刻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不是股市大跌 对不对 OK OK 那时候 我有一个 朋友 account更大的 他每天都做 sale put Amazon 那时候Amazon一个股2000块 你知道吗 他每天sale put Amazon 然后赚那个几百块赚几百块 哇那时候我在那边羡慕羡慕 羡慕羡慕的时候 你就乱了挣脚了 你就要去学他的东西了 你反而忘记掉你自己应该做什么 OK so back to你自己应该做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OK 那这个学生呢 他就有讲到 看得到劝他买了 然后看到我讲会起 他就 他就有做了 然后最搞笑的东西是什么 QQWW是什么 QQWW是什么 齐全为王对不对 这个学生讲 QQWW时常听到 请问什么是QQWW 我学要突出 OK 那是不要紧 那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 七全为王的话 我们要七全为王 12月1号2号3号 最后一堂课了 说还没有复习的 回来复习 叫你朋友一起回来复习 现在懂QQWW是什么 这样 哦 QQWW是其全为王 OK 1号 2号 3号 你们不要讲我每天会收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OK 1号2号3号 七全为王 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我们的option is king 这个礼拜也是有 24号 是英文的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5拜 6礼拜 我们才结束罢了 OK 那 Affiliate OK Affiliate Affiliate program 哇 我跟你们讲 很可怜 你们是怕人家知道你们赚钱是吗 是吗 Affiliate 我没有看到一个post 你们懂 哇 Eric在那边点头啊 你怕什么 有钱一起赚吗 是吗 OK 所以 我们的 这个Affiliate的放在那个comment那边好不好 中卫有post OK 所以 这个是我们想了很久才给大家的东西来的 因为我们 以前 我们 有 你们有分享的时候 你们有赚钱吗 对不对 OK 那现在你分享了你也是会赚钱吗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你年底的时候你有分享他有来 你们可以赚这个钱 OK So 你也可以这样子讲100块 多拿的OK 那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你身边的朋友 跟你的家人 可以吗 Keneff No result how to show other 你等有result你才会show啊 你等到天亮了是吗 你要多少你赚的钱是不会够的 你赚100你讲不够 我要1000才在里面赚了1000我要1万了才算里面赚 相信我听我听进去我讲的这句话 OK 你上期权威王之前你有result吗 大家你回答我一下 你听我两个小时班上我课之前你是有result还是没有result 有还是没有 没有那时候你又加入 人都是从没有result开始的吗每个人开始就有result对吧 明白他给一个OK好不好 都是从没有result开始的没有人一出来就是有result的OK 你有没有新学习罢了你相不相信这个平台罢了 每个礼拜这么多人post了你还没有赚钱你的问题了啦对吧 是吗 OK要反省一下 每个礼拜我看我的那个那个 我看到咚咚咚哇又是谁了又是谁了又是谁了对不对 现在真的是真的是赚钱的时候对不对 多一个礼拜一个月后可能market又会down回来啊那个时候我们要一起忍的时候对啊对不对 这样多学生赚钱了你还要什么你有result才share 这样子等到天荒地老咯是吗OK 所以因为你都在看别人赚钱罢了 明白的话给个e在 comment好不好 OK 我不是要骂你啊是跟你解释一下 你一直看看罢了 你迟早也不会开始的 why not ask your student ask your friend come 有那个state in the game 我们讲的叫那个叫什么 state in the game华语叫什么 你们一起去做这个东西的OK 那 你看好 所以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看这个很简单的吗 赚了一些钱凯琳的他account也是不大OK 所以他 也是有post吗几十块美金然后放吃小龙虾放你的link 你不需要墙壁的 不需要墙壁的OK 你放下去人家看到他来我两个小时班他要他就报名 不要就不要报名 我没有叫你去卖保险 可以吗 明白的话给个当事好不好 我没有叫你去卖保险 这个是分享罢了OK 这是凯琳啦OK tag my new朋友 说这个是 chicken大雄 chicken 明年假的呢 每次上课每次post 但是哦 他没有放过那个link OK chicken你可以放那个报名的link 人家想要知道的话可以按那个link嘛对不对 OK 但是很好啦 chicken大雄每个礼拜都share的 他有上课他就share了 很好 他把他学的东西写下来OK 然后还有 凯琳看到没有 100块 千多块也是钱吗 100块也是钱吗对不对 before you have more results you share out then you will get more more and more results 明白吗 不share有两个consumer罢了 一个是怕人家知道我赚钱 另外一个是不敢去 跟人家讲其实我要赚钱 只有这两个东西罢了啊 一个是你怕人家知道你赚钱 另外一个是你现在还不赚钱 然后你不敢去正视这个问题 你不敢去挑战你自己 OK 这个学生 Jeremy 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还有谁 轰韵 轰韵的更厉害 他放那个咪咪的 OK 放咪咪然后有他的link 然后你要报名就去报名啦 OK 我当然我是给你们example 明白的话给个OK ML SIM要低调点 你要低调可以的吗 你这样子可以的 哦 so 如果我跟你们分享啊 如果这个东西全部是我们的利罢了啊 这个21 days投资交易平台会越变越小 最后小到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罢了 连到最后我们可能就选择不要做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要做 明白的话给一个nb好不好 啊就是说有个啥 没有多多一个案例给你们然后我就去NVIDIA OK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你看Jeremy吃杯面他都可以放他都没有秀钱哪对呀 吃杯面也是可以你放一个你的生活照 给你分享一下 写放那个link下去OK 这种是生活化的生活化的一个分享方式 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就比较劲了OK 他来的offline课的话写很长啦 这个也是一些参考的东西你们可以去做的 所以你们可以写一些 案例OK写一些你自己的感言OK你输钱你也可以写的 输钱你也可以写的 我没有讲你赢钱你可以写的 但是你不要屌人就可以了啦 明白吗不要在 不要在Facebook或者Social Media讲不好的东西可以 明白话给个OK好不好 讲好话OK讲好话 做好事啦OK so这个up to你们 去写然后share可以take我们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like的OK 大家是一个福报了 明白的话可以给个OK吗 OK谢谢大家OK 那这边 大家可以去做affiliate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可以照着这些写的 让这个东西大家一起去做大这个投资教育平台 明年我们打算要进新加坡 教新加坡学生了 慢慢的慢慢的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一起去做的 哦 你不用怕了今天 我们做到会做到这个 这个教育平台是每个人都会来学习的OK 你们读你们的孩子读大学的时候 你也是看到人家读oxford 去到变成出来很成功吗对不对 你是很厉害才去到oxford的吗 some people yes啦有些人是用钱去的对不对 用钱去读名校的OK 印第的大学随时读印第啊还是读那些出名大学的 有没有 他是很厉害才进那些大学的还是有钱才去那个大学 因为他想要quality investing education 所以你们才花钱去那些大学的对不对 OK是一样的东西吗今天你投资你一定是很有钱你才投资咩 你都傻的 那些做生意的在那边哇哇哇不是更有钱对不对 做生意都不怕人家知道他有钱 你们投资怕人家知道你有钱 哎呦 明白我要讲什么吗明白我要给一个OK好不好 OK投资者就是很奇怪的那些老板哇老爷做到像 驾什么跑车他被我靠没有钱的他都敢讲他有钱的你懂吗 OK 哈伯拉 not stupid Joseph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生气 OK 也是有了人家跟你借钱 这种是很烦的东西啦 but anyway 没有逼你们 up to你们 OK 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topic要跟你们分享了 就是NVIDIA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最近Michael Burry有short这个NVIDIA了 所以你们觉得啦 Michael BurryshortNVIDIA NVIDIA会起还是NVIDIA会跌 所以你们懂之前Michael Burry有去buy put SPY跟QQQ吗 OK SPY跟QQQ啊 所以那时候他buy put SPY跟QQQ的时候啊他最后是赚钱还是输钱的 然后你看他这次又来pattern了 这次他又来pattern了 OK 他又在做put options 在这个booking.com bookingholding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做buy put在这个 Semiconductor的ETF 有没有看到 OK 啊有看到吗 OK 他去他去做put options OK 他在做put options 他去buy put这个 啊 ETF of Semiconductor 然后他在buy put这个bookingholdings啦 OK 他现在是输的钱还是中的钱 你们懂 你们会看吗 他buy put的时候是499块5毛5的 OK 现在是515块6毛1 就是说钱还是中的钱 他是输的钱的啊 有可能他会对的 有可能他会对的OK 然后 你如果去算的话他是用很少的percentage去buy put罢了 他是做haging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的股票啦 他买到的股票是这种 你看 他买booking.com 可是他去buy putbooking.com 你们有看到吗 诶 可以吗看到吗 Foreign so far 他买booking.com的股票 可是他又buy put这个booking.com 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他要他觉得这个股票起了 他现在想要保护 他觉得到了resistance了 他要buy put他 他当做买保险这样子 如果这个保险输掉也不用紧 OK 所以不一定是他觉得这个股票会跌很多 Foreign so far OK 他是有买股票的 你看他 他是有买股票的 所以你们不要被那个标题骗到 不要被那个我们讲的市场上很多人讲 哇 那又在buy put了OK 那也有可能呢 他的这个put option是会对的 也有可能他的put option是对的 上次的话是输啦 我不懂他这边有没有写出来 OK你可以看到他的bigger losses OK 哇你看 你看 您这种人 这种 fund的manager 他都会输这样多的吗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你会选错股票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的啊 OK so portfolio很重要啊 他没有他by put都没有放在那边他输钱 我看这样啊 JD.com他也是有输钱的 OK JD.com也是有输钱的 by the way 我觉得我现在中国股啊 呃 我是有买回一点点的 我是有买回一点的 OK 我是有买回一点的 as一个 一个bet啦 在中国股 因为中国股现在都跌到很便宜嘛 啊 我有讲到那东西吗 上个礼拜哦 我可以有起回去一点点啊 So less than 10% I always say this thing啊 10的那个commenter type 如果你有看中国股的话 10% OK 不要太多 Nothing more than that OK 所以这个是 Michael Burry的看法啦 他就有去by put整个 semiconductor sector So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OK 9点了 OK 讲比较快一点啊 大家 So 你看啊 这个NVIDIA的股票今年起了多少% 252% 你看啊 贵的股可以不会更贵 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这个股票可以越贵可以更贵 因为他的产品 有人买有人用 这个才是那个你赚钱的核心 你赚钱的核心是 公司的产品有人买有人用 如果你赚钱你的公司赚钱是不赚钱的 你股票再便宜有用吗 没有用啊 所以在七缺位网 我们教A的部分 我是不是有教大家看revenue 我每次跟你们讲 Top Growth的example的 记得吗 我跟你们讲zoom的example 记得吗 每一个七缺位网我都讲一样的东西了 对啊对不对 因为就是不变的东西 就是这样 OK So 你看这个是去年的NVIDIA的成绩啊 去年的时候他的data center 是赚3.8 billion 很差他的财报 去年 OK所以去年的NVIDIA是掉 60到70%了 超过 OK这是去年的 11月的时候NVIDIA的成绩 去年的时候啊 你们注意看那个数字啊 3.8 billion在data center gaming是1.6 billion啊 然后你们看上个quater了 NVIDIA的成绩 从3.8去到了10.3 然后gaming的从一点多去到2.5 然后接下来的更不用讲了 Professional也是有起 Automotive跟OEM就有跌一点点 可是因为太少了所以 啊别人就不去看他 OK Automotive跟 OEM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AI帮助NVIDIA带来了的那个夸张的收入 有吗 OK有的话给个OK在comment那边明白吗 OK所以他的涨幅呢 是因为他的业绩报告support着他的涨了 OK 他是因为他的业绩报告support着这个股票上涨了 如果没有这个业绩报告 他上涨你可以short他 understand so far 之前不是有一个公司才刚上市的那时候 那个 越南的车啊电子车 啊忘记叫什么名啊WinFast 你们去看一下他现在多少钱 啊 说那种出来啊没有赚钱的啊肯定给人家short高高的 明白吗 OK就是买他下去了 所以NVIDIA呢 今天如果你shortNVIDIA的话你是输钱输高高啊 明白话给个E好不好 因为他有业绩支撑他 还有业绩支撑他 OK那 OK时间也是拉到了OK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有LiveTradeChallenge啊 so那最后记得这个7Route of Investing 大家看着这个东西 记得拍下来 不要用你 要用的钱 不要杠杠 不要margin 5年的投资路 consistent add money hold true of the market volatility continue to learn reduce repeated mistake and stay focused OK 好那 现在我们是9点25分了 我认识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就要 end了这个了 我们9点半我们去我们的 21 days WallTradeChallenge LiveTrade OK 好不好 好的 如果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呢 所有为什么把camera打开 我们9点半 我们去我们的 WallTradeLiveTradeCeremony 然后Sport跟M&P 差不多10点 出这样子 我们的团队会放链 在M&P的 跟Sport的 OK 好 所有的 Are you ready to be financially free 依靠 3 2 1 Kaching OK好了 我们9点半 我们开始 我们来TradeChallenge OK 下期见